面包的部分都是常溫三天喔 面包一出爐 吳寶春的店裡立刻擠滿各地掏客 台灣的世界面包冠軍宣布確定拓點 海外市場第一站就是上海 初期的話就是規劃新加坡跟上海 那因為在選點的部分呢 就是上海呢它比較快找到 所以才會從上海開始 吳寶春親自證實海外第一家分店 將和新加坡的面包物語合作 雙方8比2持股 鎖定中高階的消費族群 預計將在今年的9月開店問世 而官方也透露 選址約有百平大的空間 售價落在20到50元人民幣不等 拉高價格主打精品面包站 如果上海也有吳寶春 我也會過去的 因為一般都是過去旅遊或者是公務 你要吃早餐啊 上海的麵包不太好吃 吳寶春的印象是比較好吧 美食專家分析對岸大多是 油脂偏多的重鹹口味 但吳寶春主攻歐式的養生麵包 渴望吸引注重養生的高消費市場 口味上來講的話 這種歐式麵包通常它的調味會比較偏向天然 自然或者是說你可能用一些比較天然的調味料 而盤點台灣麵包進軍中國的早在吳寶春揮旗之前 85度C還有哈肯布都在對岸射點 大陸的烘焙產業一兆2000億台幣的龐大商機 讓台商烘焙業爭相搶盡 三立新聞中志偉薛仁宏帶回台北高雄綜合報導 大陸的烘焙